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我是谷桓轩 红仲秋的案大逆转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大家都一直在瞩目着红仲秋这个案子 包括何江中这几个人 范卓线 是不是在礼拜五会是收押 还是会一样招保 结果 最后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收押 而收押呢 在 倒不是单纯说收押与否 而是在桃院调查完以后的内容 我们待会带你一起回头来看一下 我就跟你讲在台湾找一个真相 怎么会这么难 而且经过两个都叫司法机关 一个是军检跟军院或军高院 另外一个是桃院 这两边在所有公布的内容 待会我们帮你比对一下 你就知道找真相有这么难吗 为什么连两个单位说出来的东西 竟然也会有不一样 难怪这一次桃院收押了以后 有很多人说 是不是就打了军院或军检一巴掌 如果说军院跟军检觉得冤枉 待会我们在里面 让你看一下 包括当初针对范左线 他会五四两旅的过程 包括你还记得有一个宪兵官吗 两六九的宪兵官 郭宇龙 我那时候讲说 如果要把五四两跟两六九 要搭上线的话 郭宇龙是最重要的 对 结果呢 郭宇龙本来你还记得 在有一些媒体里面 郭宇龙被骂成大概就是 口中十二不赦的人了吧 是 好 结果到了这一次桃院以后 圣货媒体有直接用 热血好男儿来形容他 包括五四两 包括两六九的宪兵官 在过程当中 似乎都说不该压 但是比不上官大 结果还是压了 这些过程 军检或军院 难道不知道吗 那个过程待会让观众一一比对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 怎么会有这么扯呢 好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圣货有人形容说 会不会变成一个 民间版的红纵丘案 就是桃园有一个地震官 赖少本 赖少本 死了以后 在这几天 那是几年以前 那是遇到这几天 在媒体披露以后 大家就在想说 难道过程 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吗 那为什么赖少本 会这样子死 而且他本身 是大家说会不会有不合理的地方 那也迫使得你可以看到 包括连苗栗现场 刘正宏就出来 因为这些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 他就直接出来 一次说问心无愧 今天又说坦荡荡 那顺获说 像这个事情 当初都查过了 那法务部会瞄解 是不是再出来讲一下 真的有这些疑点 是大家想多了 还是确实可疑呢 除了这些以外 大概在上个礼拜 觉得最冤枉的 应该是吴副总统 吴副总统会不会觉得说 坐在家里面 怎么也会有这样一些事情 就跑出来了 对 女儿跟外甥要出国去玩 可是完成一个渲染大波 为什么呢 那完成什么样子 我们所看到就是 因为又要敢办护照 就看到吴敦英的女儿 有人说她是耍特权 外交部狗腿听命 其实重点倒不单纯 是在于说 她的女儿要去办这些 待会我们要让你看的是 是外交部 接下来所办的一些事情 跟态度 还有他们的用字潜词 让民众看一下 如果你会不会也希望 能够有一样的待遇呢 好 那其实这些呢 跟我们大家来讲的话 大家最关心的 恐怕还是国际名声 是 10月 光辉的10月 账价的10月天 好 那账价的10月天里头 政府其实也希望 能够让大家缓一点 店价说 能不能再改一个 账价的方案 或是说高铁 可不可以不要 那时候账 胜过台电的董事长 今天也直接出来讲了 再不账 两年一年 倒了 台电倒了 大家没有电 谁倒霉呢 这算威胁吗 还是在提醒你这个事实呢 那现场来宾 到底有什么看法 来 为您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IP 好 我们现在教授 立法委员陈先生 大家好 对 沃拉人士 美系教授姚立明 大家好 在最先媒体员谈三楼 大家好 在立法委员段一康 大家好 在是青岛副民事长刘文兄 大家好 在最先媒体员中年华 主持人大家好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相关的新闻画面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陶铁侦办 红仲秋原死案 法医时台平 26号上午 首度与证人身份 遭到约谈 就是要厘清 红仲秋的死亡真相 就在上周五 红案三名被告 何江中 徐姓正 以及范祖先 被裁定收押 如今陶检正案 脚步加快 本周也将展开 一连传约谈 加上上周五 鸡押亭中 陈奕勋 以及郭玉龙的 关键供词 有如一记强心争 未来案情 是否真的 如外界所判 真相大白 五副总统全力澄清 女儿帮外孙 在机场办护照 一个小时就搞定 完全没有特权 外交部还强调 这是国人都能 使用的辩明措施 只是没有宣导 但外交部事后 却将相关的网页移除 难道没有心虚吗 十月店家调涨 引发外界疑虑 如今台电再说重话 强调若十月店家部长 台电两年后将垮掉 真是如此吗 只是人民期盼 台电的经营改革 如今又在哪里呢 更多的新闻解析 云内幕就看 今晚的新闻面对面 好 那我们一开始 就先让人看一下 有很多人都在看说 因为这几天 这几天包括桃院 非常密集的 也会传讯一些相关的人 那大家就在讲说 还会不会有第四个 或第五个人被收押呢 看来洪家对于旅长 会觉得说 你到底是否应该要付 很大的一些责任 那这个案子又会是怎么样呢 来 环璇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时间 这个案子整个发展 我们都还记得在 8月1号的时候 当时这个军高院 这个交保理由 看到他们这个被告呢 是他说被告等到 虽然是人任有 串阵串供之余 然所犯非重罪 已无羁押必要 所以在8月1号当中 我们所看到这样子 他们是没有羁押的 那么后来所看到 在8月8号的时候 军高院交保的理由 则是说 这个三个被告 坦然面对案情 配合度高 那么接下来说这范左线 他返回五四二旅 有辅导长陪同 无法串阵 还说这三个被告 是郊游部队看管 串阵几率低 还说这被告等侦查 羁押到现在 已经没有羁押必要 唯一串阵可能之新阵 命河将中50万元 曲新阵25万元 范左线40万元 聚保后船 所看到的军高院 这两次呢 通通都是交保清新 但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军高院就在 8月23号 桃远将他们羁押了 有六大理由 包括了哪些呢 就包括这视频会 记录疑似灭政 还接下来看到 这密集的通联串政 头期当天 有好几次开会串政 还有范左线 特别交代 不要泄露了视频会内容 范左线交保回 五四二旅的时候 还事先没有去承报 遭到留守人员发现 才陪同其行动 有灭政之邪 还有这个何江中 是用他太太的名义 去办了衣服卡 规避了监听 这几个例如 里头你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一定听过 尤其你说 是 很像中用 他太太的名义 办衣服卡 那时候我们就讲过说 其实 真的是怪怪的 你一定会起人疑斗嘛 没有什么道理 你打电话就打电话 有必要一定要用衣服卡吗 而且是太太的名义 去办的 当然那高院 陶渊也觉得说 这个当然是可以 我就跟你讲 在台湾找一个真相 同样 如果叫司法机关的话 你注意看 是 清高院在交保 八一八号这天 范左线这件事情 返回五四两旅 他怎么说的 有辅导长陪同 而且他里头来说 全程有辅导长陪同 是 根本没有办法上证 这是军高院 招保的理由 到了桃院 这一件事 各位你有没有好笑 同样都是司法机关调查完 到桃院以后 范左线招保回五四两旅 他回去 是他太太开车 对 他事先没有承报 而且是被留守的人员 发现 发现 他回来 OK 然后才跟着他一路 所以他论尔蔡面证之前 您的话 我们不讲 光讲这两件事好了 这两件事应该是同一件事吧 对 他应该那天只回去一次吧 对 怎么会出现这么天差地别 其实我们通常看到 比较会选择性的 陈述部分事实的 大概就是政治人物 可是我很少看到法院 是 司法系统去陈述部分事实 8月8号军高院这个说法 就针对范左线回五四两旅 这件说法 跟陈述说法 其实都是事实 但是军高院只讲了后半段 前半段他不讲 他全部的事实是怎么样呢 范左线急着要回五四两旅 拿他的大兵日记跟他的衣服 那我个人研判 他其实真正要拿的是大兵日记 衣服没那么重要 你不会只有那两套衣服可以穿 由他太太开车 他没有报告他后来 那个单位的监管人员 由他太太开车 而且进到五四两旅 是用太太的名义登记进营区 你今天如果问心无愧 何须用太太的名义 你就登记范左线 这中间都没有人知道 是范左线一直回到他的 连部了之后 被安全士官看到了 安全士官赶快通知 新任的辅导长 因为这时候五一族 已经调职了 OK 通知新任的辅导长 辅导长才出来陪同 所以军高院跟我们讲 是后半段 可是你前半段 为什么不讲 因为这个在判断上面 其实会很重要 前判断很重要 当然喔 因为你用太太的名义 登记入营 这个显然就你心虚嘛 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才用太太的名义嘛 所以这一整个过程来 我这个周末一直在想说 我们把军审制度废掉 还真对了 因为这种水准的军检跟军法官 我觉得没有废掉 真的是太可惜了 应该早点废掉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从8月8号到8月23号 这个案子 有没有新人证 没有 没有 有没有新物证 没有 那为什么两个裁的是 完全不一样 我做一个比喻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过化学实验 你把钠跟氯加在一起 变成氯化钠 就是所谓的盐 今天我做了 我照这个标准的方法 两个加起来做出盐巴 结果刘文雄委员做 变成糖 奇怪了 那是谁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人的问题 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 他才会演变成糖 同样的道理 今天没有新市政 没有新人证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陶苑要裁定积压 因为很简单 在月券的过程当中 陶苑月券看到的 跟军高院是同一份月券 券正是同一份 没有说陶苑看的比较多 可是为什么陶苑可以看到几个疑点 包括 你讲的开的是视频会 可是你单子写的叫人品会 这样军高院没看到 军检没看到 然后呢 那个签名 陶苑是怎么讲 他说明显用肉眼就可以判断 那个签名不一样 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加多起诉 一条伪造文书 军检没看到 再来呢 投票的格式 陶苑看到说 那个投票单 是有印叫做视频会的投票单 可是证人张家文事官是讲 没有我当天是用A4子随便裁一裁的啊 为什么证人讲的跟看到的投票单不一样 那最严重的是 证本不见了 银本少一张 那这个没有灭证吗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卷证里面 那为什么当时军检 卷证是军检移送给军院的哦 为什么军院没有看到 为什么军检对这些疑点 他没有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我觉得最倒霉的是这两个宪兵官 五哥我们在这边一直在讲 这个程序盖十几个印章 只要有一两个人 照程序走 红仲丘不会死 我们一直在找寻这两个人 现在找到了 一个叫蔡忠明 一个叫郭玉龙 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热血好男儿 媒体用 但是至少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立足说 这个红仲丘不能关 照规定是不能关的 蔡忠明五四两旅的宪兵官 他甚至讲说 他的身体 这个体能平坚标准 他显然心脏不舒服 这个人怎么可以关禁闭呢 结果蔡忠明得到什么下场 提早六个小时放假 然后呢 事发之后被纪大过 现在掉马祖 郭玉龙还被起诉 这两个 在这一整个流程里面 目前我们所知 唯一做对事的两个人 却受到军方的惩罚 请问你军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 那刚年华讲的这一段 就是我每次在节目里面讲 如果找一个真相 在台湾怎么会这么难 但两个是司法机关 所看到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表现出来的方式 也会不一样 我让你看一下 就是在这一次呢 范左线 法院呢 鸡押 桃院鸡押的时候 在鸡押文里面 他是怎么写这一段 来 环权 好 到底怎么写这一段呢 我们再带你来看清楚 就这样写的 他是说这范左线 前去该处呢 并没有事先向 监管旗之 击步二营人员 承报 没有承报哦 而且呢 他的副位 事先通知 五四旅之 全责人员之下 而返回陆军五四旅时 竟然是以其妻名义 登记进出 其间呢 细遭留守人员 陈东汉发现 帮陪同其行动 好 段伟 这些东西要凸显的是什么 其实它只是 其中一件事情 我们要从这个东西凸显 是不是还有很多 其他的事 你真的不知道 然后呢 大家都 因为原则上 你也问我 我会相信 不管军检军验 你们要调查那些东西 可是从这里头 会有越来越多的疑问 会出现了 段伟 军法系统的本质 从戒严时期 从美丽岛军法大审 之前一直到现在 本质没有改变 就是四个字叫做 听命行事 我举个例子 我没有看过西瓜 西瓜都是圆的 你有没有看过方的西瓜 有 有 很少 特别刻意 他要特别去培育 他要拿一个方的香 一个容器 其实 西瓜 我们这个小西瓜 是圆的 它是天然的 它是符合 这个人性的 但是这个方的西瓜 它是扭曲的 它是要一个容器 方的容器 在里面培育 军队其实 这个整个制度 就是这个容器 所以你今天 把任何一个人 放进去 他就是要把你 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军法系统 是构成这个容器的 一部分 你今天要这个系统来打破这个容器 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军法系统是在军队里面 这个制度 扭曲人性的工具的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期待它 能够追究出真相 是原木求鱼 好 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在于 今天把军法系统拿掉了 它暂时就被冰冻起来了 可是这个容器还在 它只是它里面的一个部分 被抽掉了 所以 如果这个部分被抽掉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军中以后就不会再有 红仲丘就不会再有 我们不希望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扭曲人性 或者是说 明明知道像这两个 这个宪兵官 我明明知道 红仲丘被关紧 密室 不合规定 是不合法的 结果 我的声音没有办法出来 这样的以后 这样的现象就不会再发生吗 现实上是不可能 有 所以这个容器还是在那个地方 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容器打破 能够让军中的这个所谓的绝对服从 或者近乎绝对服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不再存在 其实是要更用力 更用心更用力 所以今天军法系统 我们对军法系统如果抱着期待说 它有办法去公平的审判 或者公平的起诉 或者公平的调查 或者它能够追究出真相 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本质 它的本质只有四个字 叫做奉命行事 叫做维护这个扭曲人性的容器的完整 因为它是这个容器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 是把这个军法系统从这个容器里面抽掉之外 其实这个容器看起来变得比较薄了 但它还在那个地方 我们要能够把它打破 其实整个来看的话 你说在军高院那个时候 决定交保的理由 讲的时候 知不知道这些过程 它有可能 第一个 军高院讲的才是对的 陶院讲的不是对的 还有一种 就是军高院 他没有看到前面那些 所以他只写得出那一段 还有就是 他也看到了 但他觉得不重要 还有一种就是 他也看到了 也重要 但是姿势体大 那就不要写这一段吧 每一种可能性都有 到底民众会觉得是怎样 因为 大家看到确实两个司法系统 怎么会出来 结果看到这些东西会不一样 而刚才节约来宾口中所谓的 那两个宪兵官 一个是梁六九 一个是五四梁旅的宪兵官 因为宪兵 他某种程度还算是独立单位了 就好像阵风 其实就摆在一般行政机关一样 所以这两个宪兵官在过程 是不是一直说 不行不行不行 倒就两个下场 好像也不是这么好 那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五个小时 黑暗之面到底是什么呢 来 环圈 当时要关注洪中秋的时候 有两个人有特别要挡了下来 一个是谁呢 一个是五四梁旅的宪兵官蔡忠明 另外一个是二六九旅的宪兵官郭玉龙 我们现在看蔡忠明这个部分 他在六月二十六号的傍晚 他是拒签关洪中秋的文件 他有这个几个理由 因为他发现只有视频会决议 而且还缺少了文件资料 包括像人评会的投票单 记录书 陈楚令 洪中秋放弃身负 切结出东东都没有 那么还有发现洪中秋的体检表 有问题 他怎么做呢 他将这个郡宗退回 就遭到了连长徐信正关切 随即在六月二十七号的上午九点钟 就被要求说 你必须要提早休假离营 由仁氏官石永元接手业务 那么就看到六月二十七号开始 石永元就开始了 他去签准公文连闯三关 六月二十八号的上午七点钟 沈威智呢核准签诚 只有在十点钟 洪中秋就被送到了禁闭市 至于这个蔡忠明 他就被忌大过调往麻祖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是二六九里的宪兵官郭玉龙 他是在六月二十八号的上午 他拒收洪中秋 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状况 他说这里面这根本是欠了七项文件资料 包括像什么人民会记录 投票单 陈处令 约谈记录 个人资料 切结书 还有送达证书 通通都没有 他也发现了体检表 体位判定有很多的问题 依照心脏状况 根本是不能够关的 他以这个不服程序比例原则为一 他是拒绝受理 但接下来所看到的就是范左线的 变化来 他说六月二十八号会送洪中秋关紧闭 我们上面有交代 创官洪中秋 资料以后会补齐 所以最后国宇龙他只好被迫收下了洪中秋 好几次他已经向长官报告说 事官不能够关紧闭 但得到的回复却是没关系 看到国宇龙最后是寄两小过 并且是依照职权妨害自由罪起诉 好 这两位宪兵官 有没有发现宪兵官看的问题都差不多 这两个单位宪兵官看的都差不多 包括体检表或是他的体位程序 根本不符包括资料 但这两个宪兵官在过程当中 您刚看到这个 尤其这一段这些过程 这个都是在桃月 在上礼拜五激压的时候他讲的 各位这两份 这两份呢 是当初在军检起诉的时候 一个是起诉书的结本 还有一个是结案报告 我想大家都记得吧 7月31号 很急的就全部都要起诉 对不对 好 这里头你看一下 对同样的一件事情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郭玉龙为什么被骂成 大概千夫所指 反正就是个十恶不赦的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